在全新的桌球教室开打桌球 孩子们很开心 我好开心 有好多新的器材 还有球 还有冷气可以出来 穿冷气打球真的很舒适 校方相当感谢市员何淑萍 挹注150万元 解决原本的臂癌 结漏水等问题 曾校长来到我们东信国校 他之前就跟我提到说 桌球室这边很潮湿 而且有臂癌 然后还有地板也是 的那个标准都没有合格 所以说淑萍在这边呢 就是挹注了150万 改善了墙壁以及地板 以及我们的桌球桌 全部给他更新 还有冷气 让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练球空间 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可以三级的连接 从我们的小时候开始打桌球 国中 然后甚至是高中 希望能够让培养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成为我们基隆市 非常棒的一个选手 校方积极推动多元体育发展 深获市议员何淑萍的肯定 过去东信国小的桌球教室 是十分的破旧 以及臂癌漏水的状况 现在看到整个 已经铺上了全新的桌球地点 以及所有全新的桌球桌 以及球拍 那我们会长也赠送我们学校桌球队 一千颗的星球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那未来在我们艺座以及会长的支持下 我们学校会在进行更多元的体育场馆的规划 希望给我们东信的小朋友 更多丰富的成长环境 随着训练环境的改善 家长会长也加满活力孩子 特别感谢何淑萍会异作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桌球室的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相信东信国小的小朋友 在未来的桌球的运动这个项目 会越来越好 与创佳基 提升了硬体设施 更为学校体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期待未来继续创造佳基 高兴国小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